有多少人记得这首歌? 有点陌生吧? 那这一首呢? 这个玩具可能是我一整个柜子里我妈为一认识的一个角色 是她的童年,她就是阿童木 我做了近两年的玩具博主拍了差不多一百个视频 但是这些玩具呢,在我妈看来呢都非常的陌生,基本上不认识 他们那个年代,家里有电视的人家就不多 娱乐的活动也非常的少 动画片呢基本没看过,影迹的作品呢就更罕见了 1963年播出的阿童木呢是日本第一部电视连续动画片 1970年80年代呢被引进了我国,是我国最早的一支片之一 那个时候呢我妈大概十几岁,看的还是黑白电视机 这个阿童木呢还是来自拼齐鸡木啊 拿了镇板授权的,做的非常的棒 现在呢已经成为爆款了 这款鸡木阿童木还原的是一半身体一半内垢的这个透视形态 之前有个超玩品牌出过这种形态的模型,价格非常的贵 我估计很多人都会拿这款鸡木当那款潮玩的低下平地什么的 它的大小呢基本上是差不多有这个30厘米 总共有一千多块鸡木组成,继承了拼齐家优秀的传统 也是没有任何贴纸,你看到的图案呢都是印刷件 然后一些细节的部分呢还用了大量的金属色喷涂零件和透明零件 观感是非常的震撼的 然后呢一体性也很棒 我之前做过一个擎天柱的鸡木基本上是一碰就碎啊 但是这个呢就很结实 一体性强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用了高专件,公差小,精度非常的OK 体验无限接近音乐高 另一个呢主要是有个地台支架的加成,稳了不少 还有一点呢,大家可以观察这款鸡木的光泽质感 是那种比较光滑的感觉,很亮啊 大多数国产鸡木呢其实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砖块的表面呢光速都很差,拼出来就毛毛所造的 我们仔细看这个阿童的透视细节啊 腿部这里喷银的零件 构筑成的这种各种烟压管呢 机械结构非常的好看 阿童本体的身体部分呢也照顾到了这个角色的原文造型 所以呢并不破碎,一体性很强 胸口透视的部分呢 还有这个胳膊呢都有非常多的机械细节 这里据说呢还可以加灯,不知道是什么效果 脑袋这里的蓝色眼睛呢用了透明键 还有到侧面耳朵的位置居然用了两个小电话的零件来替代 脑洞大开了 我比较熟悉的阿童木呢是当年央视12频道播出的新版 我现在呢还对其中的这个主题曲呢记忆犹新 接下来呢我们用这首出不路来介绍今天的视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